然後15分鐘還沒說新聞 但我忘記了,今天有很多客人上來買這個波野獎 波野獎是什麼? 記住,是會發熱那個 是轉那個 最主要是用來轉膝蓋 也有人上來買這個槍 這個槍是比較普通的 不過它是大力和靜的原因 老實說,你們上來支持的,買兩把 OK,沒問題 但你問我,我也為你們著想著這個環境 其實如果買一把,特別是給老人家 那些客人,我看到他們今天不斷問 那些同事,水王他們 他們未必有那麼多時間回答 你說,懂不回答 你問我,你覺得是否應該買這把 如果老人家選一把 因為這一把 它真的... 這個其實不是每個人都頂得順 我覺得它的力度 如果你按下去 這個你又可以轉膝蓋 接著又有七星 用來轉腳底 你昨天試了 所以我就會介紹這個 還有這個便宜一點 按頭也可以 這個按頭也可以 因為你按頭真的會爆光 按頭可以令血氣運行一點 其實對山頭法會好 當然 我今天我就不斷按這裡 打散些脂肪 我希望看看會不會受了 好,我再看看你會不會 這個就是599 這個就是699 OK 今天我不要再說幾多步了 今天已經來了兩次貨 我今晚可能再叫他明天再來 十四嫂 十四嫂 打了個電話給我 我從他的聲線聽到 他應該是淚崩根煙 是 他就叫我跟大家說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以及對他的留言 一般人就覺得很率直 覺得他什麼都會說 就是 我跟大家說 昨天有一個客人買來按下 別人的頭也說 真厲害 我跟大家說 我第一次看到十四嫂 為什麼我會去幫他呢 他就找兩輛車 每一輛車 拖著兩箱這樣的東西 不算很大箱 也不小 一個女生拖著四箱這樣的東西 然後進來我搜尋樓 先生 我說 我幹什麼 他說先生 我是什麼公司 我想和你介紹一隻 我說你慢慢來 什麼事 我想介紹什麼 我說我現在沒有空 我真的做了這件事 你帶一隻我好丟 我說 我說 但是我聽到那些產品 似乎 對著美女都這麼搶 首先我不覺得她是美女 最重要是這件事 然後我說 我說 但是我聽到她說 按膝頭歌 因為我知道 因為我經常到處去看產品 我說 我現在沒有時間 你有空 你今天下午 兩點鐘再上來 OK 其實他不會知道 我會買一把 幾百元 他真的四點鐘再上來 然後我說 今早你的客人 她有另一個女生 一個美女 她說 她走開了 後來我跟她熟了 問她 原來那個美女 就回了半日功 頂不住了 拖著四箱這些東西 去召喚 然後我開始買了那個波椰獎 但我對不起大家 原來我買了這麼多一把之後 我之前跟你們說的全都是錯的 因為我跟別人說 你扶著扶著就可以了 原來不是 是放在那裡就可以了 這把東西我昨天再試過 在家裡 放在那裡 初時又不覺得 你放了兩三分鐘 它真的越來越熱 令到你的血液循環好一點 再去轉 還有昨天我用這個來鬆頭 我真的整個人鬆了 當然 遺憾就是 如果有個 女兒跟我拿著來鬆頭 就會好很多 它真的很感激大家 我心想不要緊 它其實是令我想起一件事 就是我有很多產品 有很多朋友介紹很多產品給我 但我經常想 我怎樣去銷售呢 昨天節目就告訴我 我需要自己銷售嗎 我給他們一個機會來銷售 就可以了 好像有個網友 他有一部機 是生頭髮機 好 他給我所有資料看 真的是神奇得不得了 我也很相信那部機 但我不懂怎樣去銷售 我不知道怎樣做節目 我發覺很簡單 做個特輯叫他們上來 他的同事上來 做給我們看 Show us OK 其實 然後我還要去檢查他們的錢 我看到那些是皮靈一部 皮靈一部 而且怎樣呢 那部機是不貴的 皮靈的 但是要換心 可能一千多元用三個月 或者半年 就一千多元 但是真的很難見 很難見 即是連我的什麼 什麼東西 美法索也不可以去見 真的很難見 真的很難見 你老母是 你可以由羅海 不要說羅浩鵬 可以由陳浩 陳浩 變成水行河 這樣 這麼難見 可以嗎 我看過那些效果 而且是以色列 這樣可能也有信心 是以色列流的嗎 你看那個攔截導彈多厲害 OK 好了 那麼 十四姨的人的確是 十四嫂 是挺得人喜歡的 因為他勤力 率直 樣子都很清瘦 身材也不錯 夠高度 今年好像 他二十七歲 二十八歲 二十七八歲 很小 他十歲 他十歲來香港 有些口音 我所知他的先生 就是 香港仔 十四嫂經常有個願望 就是 如果他找到一些錢 可以去台灣 或者去哪裡 他老公就不一般 他說 不可以 他就在某一個鐵路公司 他在這裏開車的 做司機的 有一間公屋 就覺得不錯 所以 昨天 我就說 你們上來買 那張單裡面 我會寫下 十四嫂的電話 大家可以多點聯絡 希望你們影響女先生 不是影響女先生 大家搞清楚 十四嫂就很清醒 但是沒有辦法 這些事情 OK 好了 我們先說說新聞 如果是行拿三毛錢 現在你買三毛錢 要選擇 你會先拿三毛錢 就拿三毛錢 你拿三毛錢 去買三毛錢 你拿三毛錢 你會快買三毛錢 你會買三毛錢 你會快買三毛錢 你會挽造三毛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